在银河系的无垠太空中,NASA最近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天体,它正以每小时160万公里的惊人速度快速穿行。 这个天体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它可能逃离银河系的引力,进入星际空间。 在了解更多细节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被称为银河飞毛腿的天体,以及它是如何以这样惊人的速度在宇宙中飞驰的。 神秘的快速天体 首先,这个天体的速度让人难以置信,每小时160万公里的速度几乎超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理解范畴。 比较一下,我们平常乘坐的飞机时速大约是900公里,而这个天体的速度是飞机的1800倍。 它的速度不仅让它可能脱离银河系,还让科学家们感到极大的兴趣。 NASA的科学家们是如何发现这个银河飞毛腿的呢? 他们是通过一个叫做后院世界项目,Backyard World Project,发现的。 这个项目不仅是由NASA支持的,还是一个公民科学项目。 也就是说,普通人也可以参与其中,帮助科学家们探索宇宙中的奥秘。 什么是后院世界项目? 后院世界项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计划。 它的目标是让全球的天文爱好者和志愿者能够参与到宇宙探索中来。 这个计划的重点是寻找太阳系附近未知的宗矮星和恒星,同时也在搜寻一颗假设中的九号行星。 这个行星据说隐藏在科伊伯代的深处,这是太阳系最外围的一个区域,距离我们非常遥远。 那么,参与这么高深的天文学研究需要什么专业背景呢? 令人惊讶的是,答案是完全不需要。 后院世界项目是一个完全开放的项目,任何人都可以参与。 你不需要有任何天文学的背景知识,只需要完成一个简单的教程,就可以开始帮助NASA搜索未知的天体了。 这样一个有趣且开放的项目,自2017年公开以来,已经吸引了许多志愿者的参与。 而这些志愿者的发现,经常能与专业科学家相媲美,甚至有时会超过专业水准。 仅仅在该项目开放四个月后,志愿者们就发现了一颗距离地球111光年的宗爱星。 什么是宗爱星? 说到宗爱星,这是一种介于恒星和行星之间的特殊天体。 宗爱星的质量不足以进行像我们的太阳那样的轻聚变反映, 但它们的质量又比气态行星,例如木星,大得多,足以进行刀具变反映。 因此,宗爱星介于恒星和行星之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天体类型。 尽管宗爱星在我们的太阳系中是非常稀有的, 但在宇宙中它们其实并不少见。 迄今未知,通过后院世界项目,志愿者们已经发现了超过4000颗宗爱星, 这些发现对科学家理解宇宙的结构和演化有着极大的帮助。 来自业余天文学家的惊人发现, 除了宗爱星,志愿者们还发现了其他惊人的天体。 比如,有一位业余天文学家发现了目前已知最古老, 最寒冷的白爱星,而且它还带有一个尘埃盘。 白爱星是太阳这样的恒星生命默契的残骸, 当恒星的核燃料耗尽,经历了爆炸性阶段后, 就会形成白爱星。 因此,发现这颗白爱星对于了解恒星的演化有着重要意义。 然而,最近的发现才真正令人感到惊讶。 在今年8月,NASA宣布发现了一个 以每小时160万公里速度穿行的天体, 这一消息轰动了科学界。 这颗被命名为CWSE-J1249的天体, 现在正以惊人的速度脱离我们的银河系。 这颗天体的发现过程也十分有趣。 NASA在2010年发射了一颗名为广域红外线巡天探测器 WISE的太空望远镜, 用来观察红外线范围内的天体。 这项任务在2013年重新启动, 并命名为NeoWISE, 直到2024年8月8日才正式结束。 几位长期参与后院世界项目的志愿者 从WAS的观测图像中 发现了这个移动迅速的微弱天体。 这颗天体的速度惊人, 以至于一开始发现者之一的Martin Kabanek 认为这个天体早已被记录在岸。 然而,当他进一步研究后, 发现这个天体此前从未被报告过。 随后,NASA进行了进一步的观测, 最终确认了这一发现。 这些志愿者也因此成为了正式科学研究论文的共同作者。 这颗神秘天体为何如此之快? 除了速度惊人外, 这颗天体的质量也是一个谜。 它的质量如此之小, 以至于分类变得困难重重。 科学家们目前只能基于一些假设来解释这一现象。 一种理论认为, CWSE-J1249可能曾经与一颗白矮星组成了联星系统。 当白矮星吸取了过多的物质, 最终爆炸成为超新星, 这一剧烈的过程把它的半星, 也就是CWSE-J1249, 甩出了银河系, 导致它现在以如此惊人的速度运行。 另一种假设则认为, CWSE-J1249可能曾经是某个球状星团的一部分。 球状星团是由数十万甚至上百万颗恒星组成的密集星团。 这颗天体可能因与星团中的黑洞或其他天体相遇, 受到强大的引力作用, 最终被抛射到宇宙深处。 不管是哪种情况, 目前的数据还不足以确定是哪种理论更为正确。 科学家们将继续对这颗天体进行深入研究, 以期能解开这个谜团。 更快的天体。 虽然CWSE-J1249的速度让人震惊, 但它并不是银河系中速度最快的天体。 事实上, 银河系中心由一颗名为S4711的恒星, 它的速度达到了每秒24000公里, 这相当于每小时8600万公里, 是CWSE-J1249的许多倍。 这颗S4711环绕着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A星号运行, 并且只需7.6年就能完成一圈。 而此前被认为是银河系中最快的恒星S2, 需要15.6年才能完成一圈。 S4711的速度快到近乎光速的8%, 这对天文学家们来说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S4711的发现, 要归功于科隆大学的Florian Pascher领导的研究团队。 他们通过分析欧洲南方天文台ASO超大望远镜的观测数据, 跟踪了银河系中心附近多颗微弱恒星的运动, 最终发现了这颗速度之王。 更有趣的是, 天文学家们认为S4711可能是一颗挤压星Squizzer。 这是一种理论上存在的恒星, 它们以非常偏心的轨道环绕黑洞运行当它们接近。 黑洞时会受到黑洞的强大引力作用, 导致它们被加热到极高的温度。 而当它们远离黑洞时, 这些恒星会再次冷却。 如果S4711被证实是一颗挤压星, 那么这将是第一次从理论上预测的天体类星变为现实的案例。 这一发现将为科学家们提供更多的线索, 帮助他们理解恒星与黑洞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 银河系中的未解之谜。 除了S4711外, 天文学家们还发现, 银河系中心有许多微弱的恒星, 它们的轨道排列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结构。 这些恒星的运动轨道形成了两个几乎相接的盘撞结构, 这一现象让科学家们困惑不已。 目前,这种奇特排列的成因尚未得到充分解释。 此外, 在银河系中心这么接近超大质量黑洞的地方, 恒星如何能够形成而不被黑洞的强大引力撕裂, 仍然是个谜。 不过, 科学家们已经在人马座为星号附近发现了年轻的圆恒星, 这表明可能还有另一个较小的黑洞存在, 这个黑洞的引力与较大黑洞的引力相互抵消, 从而保护了这些新生的恒星。 结余 总的来说, NASA及其后援世界项目带来了许多惊人的发现, 无论是CWS-EJ1249这颗以疯狂速度运行的天体, 还是银河系中心的S4711恒星, 都展示了我们对宇宙的认知正在不断被刷新。 同时, 这些发现也证明了公民科学项目所具有的巨大潜力, 让普通人也能为天文学的进步做出贡献。 随着更多的观测数据和理论的验证, 我们期待能够揭开更多宇宙的奥秘, 探索这些神秘天体背后的真相。 谢谢您的观看, 请继续关注并观看有关新科技的影片。